我覺得他主要是提出北京對於保獨關注 從這個角度看就是他希望表達香港主持的行動對於北京的重要性 他不只是向所有香港人說 他也向國際間說 所以對象是相當好闊的 但是我仍然覺得主要對象始終都是說給香港民主派 失敘民主派 希望有一些底線說得清楚一點 不要有任何的誤解 這個發言比較失席 但是失席有很失席的好處 我覺得經過特殊職的發言 我不覺得北香港會有任何對於北京的立場 或者是所謂底線有任何的誤解 或者是幻想 我相信習主席提及憲法 只是希望強調基本法建制的權威性 有些人覺得基本法的權威性不是那麼大 習主席所希望說清楚 雖然基本法只是一個建制的文件 但是因為從憲法所產生 它那個權力的來源 權威性 其實和憲法是接近的 所以大家都不但要尊重國家憲法 同時也要尊重這個香港憲法 坦白說 全世界民營國家 都會有要求他們的國民職人 去了解國家憲法的意義和條文 你在美國讀書 你讀中學 你都要熟讀這個國家憲法 有些很獨特的情報 大家盡量不要用一個政治有色眼鏡去看這件事